不少上班族检报前总是跑厕所 检查后又找不出病因 很可能是肠躁症作祟 肠躁症是一种常见的肠胃功能障碍 根据统计,在台湾的盛行率约17%到22% 虽然不会致命,却会影响病人的生活作息 降低生活品质 肠躁症是一个脑部跟肠道连接出了问题的慢性疾病 所以患者长期处在排便的困扰跟腹痛之间 第一个,他一定要有腹痛的状况 不管是脏痛还是闷闷的痛,甚至是脚痛 第二个,这个痛呢,他必须跟排便是有关联的 比如说他会便秘啊,或者是说他有腹泻的状况 因为肠躁症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所以他从症状发生到诊断,最少要有六个月的时间 并且最近这三个月当中呢 每个礼拜至少要一次的腹痛 而且这个腹痛要跟排便有相关 比如说排完便之后,腹痛的症状是改善或是缓解 那甚至这个腹痛呢,跟排便的频率或是形态 软硬度会有相关性 这样子长期的状况排除掉大肠的癌症或是大肠发炎的疾病之后 才可以诊断它是肠躁症 主要就是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以便秘为主 第二个是以腹泻为主 当然有一部分的人是混合 那在这个分类上最重要的是以腹便形态 就是腹便的软硬度来做便秘或是腹泻的分类 它的特色是患者年纪通常比较轻 或者是说比较敏感的一个族群 甚至是曾经在肠道有感染过的患者为主 最重要当然是规律的运动 以及压力的缓解 饮食上如果是腹泻型 或者是说混合型的话 高乳糖的牛奶 或者是高果糖的一些水果 甚至一些代糖 因为它会让肠道的细菌发酵之后产气 那造成腹脏 甚至水分会增加 那造成腹泻更加严重 会建议减少这一类饮食的摄取 便秘型就不一样 因为便秘型它是以便秘为主的状况 所以说应该是建议以水溶性的纤维摄取为主 因为非水溶性比较像一些脉肤 就是一些骨类的外壳 它反而会刺激肠道 加剧腹痛的产生 如果在运动压抑的控制跟饮食 都已经相当注意了 但是这些情况 还是没有获得明显的改善的话 那接下来待会我们就会使用药物 在自我照顾方面 因为肠照症 它是慢性的一个问题 虽然它不会致命 但是它通常会造成情绪上的影响 甚至生活品质的降低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找到自己在哪一种状况下 哪一种的饮食下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症状 尽量能够去避免它 那假如说没有办法避免的情况下 可以跟医师或营养师做密切的讨论 比如方说用一些药物预防 如果今天出现血变 或是截黑变 甚至贫血的状况 或者是腹痛癌变的改变 是在50岁以后才发生 或者有大肠癌的一个家族时 就要特别的注意 也许不一定是肠照症 它也许是其他比较致命的一些病 必须要就医接受完整的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